前鼎心汁油公司董事长魏英聪不服彰化地院蓄压 礼拜二再提抗告 不过今天又被驳回 而在另外一方面 食品大厂统一集团转投资的统青公司 也用到了鼎心的问题牛油 包括了17款的泡面还有麻辣关东煮 从上个月开始接受民众退费 今天统一更宣布对消费者要加倍赔偿 并且要向鼎心求偿 使用鼎心问题牛油 统一旗下的17项泡面和关东煮麻辣汤底统统下架 6号统一再度宣布 除了先前的商品退费 多加一倍赔偿 对有关持有这种不合格商品的消费者 给予额外一倍等值的回贿金 所以我们的消费者可以从今天开始 到全台湾的7-11的门市 去进行有关的一个回贿金的一个领取的动作 都已经吃下去 然后到现在还说要退你一倍的话 我觉得这种态度算蛮敷衍的 我觉得有点麻烦 怎么讲 因为还要再来一次 统一强调转投资的统青公司 使用温提牛油 从10月26号接受退费以来 全台5000个潮商据点已接受3000万退费 直接下架损失预估达8亿 基于保护企业生育和消费者立场考量 决定启动向鼎心自由的损失求偿 我们决定对鼎心等公司进行求偿诉讼 那未来如果胜诉定验之后 所谓的损耐赔偿金额 我们扣除必要的法律费用之外 我们将全诉捐给政府的食安单位 以及我们的消费者保护团体 那当然消费者保护团体也包含儿童这个部分在里面 私底下这样的一个盘算 我想应该也是数十一新台币以上 扣除法律诉讼金额 于额将全诉捐给政府设立的食安基金和消费团体 比照2011年的塑化季事件 同意向病患公司求偿7000多万 向益生公司求偿1亿4000多万 法院判赔1亿3000多万 共约2亿多元 活到目前为止 两家公司实际狡假的金额差距悬殊 针对这一点同意已申请强制执行 记得谈谈综合报道